這題是說這個函數平移了幾個單位以後 平移的話可能是向左向右或向上向下 平移了幾個單位以後會變成這個函數圖形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般函數圖形的平移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函數圖形 這是隨便函數圖形 然後從這裡平移到這裡來 那我就盯住某一個固定點 這一點叫sy 這個函數上的某一個圖形的某一個代表點 共點 然後這一點他就投到這裡來 對應到這邊來 投到這裡來 然後他位移了多少距離 位移了x加上h 假設他往右平移了h距離 那往上呢 平移了k距離 這叫x加h 那這個是y加k 那我們現在求這個函數的圖形就想 就是求這個函數的x座標跟y座標的關係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要求什麼呢 求這個 這是 變成是x座標 很漂亮 這是y座標很漂亮 對吧 要求 由sy的關係 要求等s'跟y的關係 那我們知道s'嗎 這個就等於x加h 這個就等於x加h 對不對 那yBrown呢 這個是等於y加k 這個函數讀景是已知的 這個函數讀景是y 就是y等於f或x 這樣子 就是y跟x的關係是滿足這個方式 那我現在的話 就把這x跟y帶掉 得到s'跟y'的關係 就是這個函數讀景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從這裡 我就知道這個 s等於s'-h y就等於y' y就等於y'-k 這樣子 然後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這個就變成 y就變成y'-k f x是等於s'-h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是y'跟x'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把這個原理 用到這裡 用到這裡 我們現在 那現在這個y 跟x都只是變數而已 都只是變數而已 那你現在的話 寫成函數不寫的關係的話 就 寫成這個樣子 你把這個變數還原 還原成y 那就是x-h 加k 就得到這個式子 就得到這個式子 我們就用這個做法 來看看 這個圖形 平移了多少單位 變成t 我們現在來看 那我現在就是說 我假設 這個y的話 我平移了y 加上y 加上h 對不對 啊這個 這是等於 y'-prime 這個x 加上k 這個假設是 這圖形 這圖形往左 還往右 這圖形往上h距離 這圖形往上h距離 啊那個 往右呢k距離 通常我們是 s' 是等於 x加上h 代表 往右平移的h 那y' 是等於 y加k 好 那我現在把xy帶進來 我就變得到 變成是 y'-k 對吧 那會等多少呢 二等多少呢 如果現在代表 x'-h 再加1 然後再得到 得到的是 y'等於 二等的 x'-h x'-h 我把它重複來 重複來 x'-h 再加1 再加k 好 那我把2'把它擦掉 這一個函數圖形 這個函數 要跟它要一樣 那跟它要一樣的話 所有都得到什麼呢 這個可以寫成 二的 或是 加3 再加0 所以就叫k等於 所以就得到 所以就得到 什麼呢 得到 h加1 是等於3 h加1 等於3 k等於 也就是它沒有往上下 它又往什麼呢 往右邊 h等於兩單位 因為這個函數圖形 往右移動兩單位 變成它 所以答案應該是 往右移動兩單位 所以答案應該是